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考书 参考书其实有关 我们交大图书馆也很多 有关工程的成本的参考书 成本估算或管理参考书 你到图书馆去看也都有 这本书Hendrickson 这个是一个资深 应该还没有退休 也有可能退休了 是美国蛮有名的营件管理老师 他写了好几年前就写了一本 他有书面的 可是他放在网路上是免费提供给大家 所以你其实在有关一些课程 有关营件管理你就可以上去这个网站 他就把他所有那本书的内容都放在网路上 那你如果自己要参考 那你就可以自己上去 其他的参考书你到图书馆 或者业界都应该有 那我们这门课的课程目标 当然是最主要了解是工程生命周期阶段 特别是规划阶段初步设计跟营运管理 那其实主要里面还有一个阶段叫采购发包阶段 的一些成本估算与管理技术 那其实对我们念营件管理来讲 其实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跟图木系其他组不太一样的地方 其实有一个阶段就是我刚才漏掉了一个 一个招标发包采购管理这个阶段 其实是未来各位去工作一个 很容易显示出你跟其他的组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老实说那个部分也可能是我比较清楚的部分 那我以前在业界工作大部分的时间 可能涉及到那个工作 那一个阶段的工作是最多的 那未来我们再来谈 那第一今天就是这个所谓的课程内容介绍 那我们等一下再 我很快谈一下所谓的讲义目录 主要参考文献这是什么 那今天主要是要谈这个营件管理基本概念 还有营件产业的组成 那这个前面是这样子 前面这两周我想要去谈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在谈成本工程成本估算的时候 其实各个角度在看估算的时候其实是不太一样 我们有业主的角度 我在看一个估算的时候业主的角度出浅 然后也有这个所谓的建筑师或工程顾问公司 建筑师就是针对建筑工程 我们今天这个基础大佬就是建筑师设计的 你高铁 这个高铁他就是工程顾问公司设计的 所以我想一开始我想要去谈一些基本概念 那我们在谈生命周期的各个估算的时候 大家更清楚说我是在谈哪一个角色 那因为大家在大部分的同学在实务上 就是没有实务的经验 有时候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未来你到一个现场做project的时候 做我们那个project的时候 你要进去你进去去做你的project 你要知道你谈的对象是什么人 你谈的对象是什么 你在跟业主谈吗 你在跟建筑师谈吗 你还是你在跟营造长谈 其实当你跟不一样的谈的时候 你即使你如果了解对方的角色 你会知道他对一个东西的成本考量 是不太一样的 这样理解吗 所以一开始我们先谈一下说 有一些营建的一些基本概念 然后我们才进入这个主题 那其实这一个整个课程在谈这个 所以前面第一周跟第二周是这样子 第一周 像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去谈工程团队组织 来介绍一下这个一般的团队 那有一些名称 大家可能在包装杂志里 或者我们其他课程会提到 像同胞、BOT 这些等等 或者它到底是专案式 就是专案式的组织 还是矩阵式的组织等等 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成本的一些估算的一个看法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就是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开始 那以前我有提过 其实我们在土木系谈营建管理 其实我们是谈的是专案的管理 专案的营建管理 跟管理学院很大的不一样 管理学院很大的不一样 它常常是从公司的角度 那可是在土木系我们在谈营建管理 我们都是主要是在谈专案 我们很少去涉及就是说在授课的过程 当然其实专案当然是涉及到很多专案 很多专案当然就是说 其实很多意思说 当我们一个营造公司在看工程的时候 我们在谈我们还是主要是谈专案 那之前我们有谈到 我们在谈财务管理 我们也是在谈专案的财务管理 我们比较不像在谈公司的财务管理 所以我们以前在土木系 很多学生我们都会建议他到管理学院去修财务学程等等 那因为他们那边谈的比较像公司 公司的角度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所以我们在谈这个成本估算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在谈一个专案的成本估算 那我们是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从第一个概念可行性研究阶段 那我的谈的方式 未来谈的方式就是在这个阶段 到底哪一些在学术界 然后或者有一些在实物界 大家可以用到的一些估算的方法 各个阶段去介绍他的方法 那在介绍方法都尽可能用到这个 这里有一个叫MDL案例介绍 下个礼拜我们去 下个礼拜应该就可以去谈 这个案例介绍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谈各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这个方法 就用到这个案例算看看 给各位看一下它是可以怎么算 这样可以吗 那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去谈MDL MDL就是我们学校旁边 那个国家奈米研究实验室 那我曾经在负责那个工程的信件 所以就对这个工程有一些了解 就可以把 因为它是公共工程 所以它有很多资料 在分享上比较没有问题 然后之后我们到概念可行性阶段 之后我们到初步设计阶段 那一样各个方法 那到这个理论上 我们其实系部设计阶段 在过去上学期在谈成本数量的计算 成本估算的时候 我们就有去谈 那可是有一个东西是没有谈 是我们比较不熟悉 我们土木系比较不熟悉 可是在实物界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地方 在系部设计阶段这个部分 我想介绍一下积电工程的成本估算 那我说这个是我们一般 我们土木系蛮可惜 那就是说我们在 各位你看整个 现在比如说这栋大楼 大概这栋大楼可能三分之一而已 三分之一的部分是积电工程 那你如果在园区的这些厂房 大概一半以上的 你今天盖一个厂房 一半跟土木系有关 一半跟积电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去一个工程去看 我们土木系去帮忙兴建一个工程 如果来这个工程 三分之一你是不懂的 三分之一是不懂的 那你一定不懂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毕业的时候 我去工程 我也一半 我们就看你那个工程的属性 有一大部分你是不懂的 那不懂你就会很困扰 因为我们念是营建管理 对不对 营建管理本来是整个你都要去管 可是有三分之一到一半 你到园区台积电的工地 台积电工地一半是积房 那未来我们之前去参观 那个同步辐射中心在旁边 你看它70亿80亿 应该将近80亿 然后土木这个是土木 只有大概14亿 其他的不是积电工程 就是积电设备 可是我们去我们是要管全部的 那怎么办 那所以我想要去至少我们可以懂一些概念 那这个是积电工程成本估算 那为什么稍微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说未来你知道它的积电工程成本估算的逻辑 跟我们土木建筑的计算逻辑有点不太一样 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地方我想去介绍大家有点概念 到时候到业界去也比较不会那么陌生 好那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招标发包阶段 招标发包阶段的地方我用另外一个案例 主要用另外一个案例去介绍 那这个案例是我当初毕业以后参与的第一个案例 它叫公务人力发展中心新建工程案例 其实你如果住台北市 它是在新生南路跟新亥路交叉口 它现在外面的名字可能叫福华文教会馆 其实它是一个到现在业界还算蛮成功的所谓BT或BOT的案子 就是政府去把它出钱去把它盖起来 然后营运是福华饭店在营运 这个很有意思 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单位这个组织它大概可能三、四十个人而已 可能三、四十个人 我在那时候做新建这个工程的时候 我记得可能搞不好二、三十个 现在可能也是三、四十个 可是你想这三、四十个它要负责 它这个训练中心它是负责国内台湾 所有的中高阶以上的训练 公务人员训练地方 然后而且你盖完以后因为要给它住 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它像一个饭店 我们老师我不晓得学生可不可以 你如果去台北市它大概是最便宜 然后因为等级很高的 有什么用途什么你进去干 它进去就像一个饭店 可是我们进去可能一个单人房可能一千八还是一千六 你现在去台北市有这种价位吗?没有 是没有这个价位 而且你要预定还就是要早一点医院 好 那我们当初因为参与这个案子 我们当初做了 透过这个案子做了很多招标法包上的一些 整理一些招标法包上的一些做法 那所以我到时候在谈这个招标法包阶段的成本估价 那我主要是藉由这个案例在说明 当初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包括它的底价的核定 这个有一些我们实物上常听到的低价抢标的问题 那这些各个阶段我谈的我主要是在谈成本的部分 那各个阶段涉及的东西当然很多了 那像有一些跟进度有关都是就到曾老师的课 有一些到法律有关就到现在我们这些是亲爱书男老师 帮我们上法律的课就到那里 那我们这个部分各个阶段我们主要是在谈成本 所以招标法包阶段 那我们去谈底价还有这个低价抢标的问题 还有一些底价怎么核定 那些同等品的问题 那同等品会当作一个计划之一 那这个同等品的问题 平常我们在学校很少去谈 可是你到食物界它是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 其实你一个工程像有时候因为不同领域的人 像我们有时候一个工程在做的时候 有时候我以前有谈过说只要谈到工程 如果包张杂志谈到工程主要都是负面 对不对 主要是负面 那确实它有很多很容易产生问题的地方 那比如说像我们到一个工地去看 你可以想象你只要到任何一个工地 未来你到任何一个工地看 你一进去大家都是愁眉苦脸 对不对 很少高兴 那你说老师也不一定到工地 到那个研究室大家也都是愁眉苦脸 研究做不出来 到一个工地大概都是愁眉苦脸 因为几乎我们在做工程的时候 几乎都是在解决问题 都是在解决问题 你当初的规划好像都不会如你当初的规划 你其实都是在解决问题 那施工阶段最大的 我认为施工阶段 施工阶段最未来的 就是施工阶段的地方有一个 你会一直面临到两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我之前有谈过就是变更设计 一到一个工程就是要变更设计 一开始大家就想要变 那为什么要变 因为钱 你其实你未来你去听所有的课 你记得看看 是从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你看看所有的问题 你在看所有工程的问题 不管它的进度问题 不管在谈合约争议的问题 然后不管在成本各个阶段 你说变更设计成本比 所有的问题都跟钱有关 大家都是在谈钱 其实大家都是谈钱 有任何争议都是因为钱的关系 你说变更设计有什么问题就变啊 对不对 对我们就改一下设计图 可是钱啊 谁出钱 谁出钱 然后你说这个工程delay就delay啊 开玩笑 厂商怎么让你delay 因为delay一天有预许罚款 他当然要跟你抗争到底说 你怎么说我delay 这是你业主造成 或你建务师造成 不是我厂商造成 对不对 你当然是吗 所以你在听其他课在谈争议 争议 因为不是你赔钱就是我赔钱 或者我少赚一点 对不对 其实大家整个 你会发现整个都是在谈钱 整个都是在谈钱 这个你可以试看看这个对不对 你说老师这个很多 我们要谈道德啊 没有 没有 就是很难 很难 我们很难看到这个现象 好 那同能品的问题 我说变更设计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是同能品 同能品的问题 那同能品是怎么样 就是说 明明我们今天这个工程 我们设计的电梯是这个什么 这个是什么 某一种很好的厂牌 因为这个被录影 某一种很好的厂牌 另外一种厂牌 你电梯其实是很严重的 未来 我说等一下要谈那个学习计划 同能品我想要各位去study 其实整个学习三个计划 就是基本上你到业界去找一个工程 然后可能大家一起去讨论三个问题 同能品是一个问题 同能品就是说 我今天这个设计 假设是某一种就是电梯 某一个电梯 可是厂商一进来没多久 他就要跟你说 我要用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产品 可是是等同这个你当初设计的 我要要求 同能品基本上就是 我要用同能品的意思说 我不要用你这个设计的东西 我要用另外一个东西来等 就是来取代它 来取代它 不要用 所以厂商就会提出这个同能品 那白话的意思说 假设你当初设计 你心里设计的是 它是一个BMW的车 BMW的车 假设你当初设计的是一个心想 因为为什么会有同能品的问题 因为在实务上操作你不能说 我们这个工程要BMW 因为在工程上 在实务上他就说 你如果写说我们的工程这个要BMW 厂牌BMW 这个就是所谓的绑标 绑住了 各位理解完就是绑标 所以我们工程上不能这样子 大家就是要公平 可是问题呢 你今天要设计一个东西 你心里一定要想你可能是设计什么样的东西 对不对 要不然你怎么 你没有一个对象你怎么设计 那所以可是又不能写说 他的这个什么厂牌 所以一般他介入师或工程顾问公司 在设计的时候 他就需要去写 就是他这辆车的规范 对不对 他的性能功能是什么 他有四个轮子 一个引擎 对不对 可以跑多快 可以跑多快 好了 那当然就是厂商今天得 就是要得标的时候 得标他要试作的时候 他就所谓同能品就是说 他想要另外一种车 一种车 他也可以满足他 本来当初设计是BMW等级的 韩国车也四个轮子 怎么没有 也有一个引擎怎么没有 偷油啊 所以你如果是业主 那今天他说他要拿韩国车来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可是他也符合你的当初的企业规范 对不对 他也符合你企业规范 你怎么办呢 那这个地方 那你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钱啊 他当然就可以省钱 他可以省钱 那所以这个 那你不同意怎么办 那他一定会僵持在那个地方 他一定要送啊 那你现场 假设这个是一个电梯工程 你这个电梯工程 一样也有类似的问题 其实大大小小工程 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问题 比如包括我们以前曾经设计 那个门窗那个这个把锁 曾经看过一个很好的 我们金融市当初设计是要五万块一个 你看这个大到小小都是耶 都是这个很多电灯我要用另外一种电灯 我这个单枪我要用另外一种 但厂商一来的时候 厂商一个工程一得标 开始检讨就是检讨所有的成本 检讨什么叫所有成本 检讨什么东西可以跟业主Claim 我要换的 一个厂商大概都是这样 很会精打细算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做工程要有契约工程师 因为一个工程一开始 就是开始大家要打官司 看哪一些东西我可以跟你换 这跟我们这个工程跟其他制造业不太一样 所以一开始 你如果是厂商你可能会这么做 你可能会这么做 因为每一项都是钱 每一项都是钱 所以这个是非常困扰的 通通品问题 因为政府用了很多规定 你要公开透明 你又不能指定 你又不能指定 可是当然这个都有它的原因 因为你如果可以指定 我们在台湾做工程是这样 就是说你如果看我们所有的法令 政府的一些采购 工程资金上的法令 基本上都是防臂的角度 防臂 防止弊端 都是防范你会做什么 其实你注意看它的所有 都是用这种角度在看 它不是说可以做什么 它不是说可以 不能做什么 那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都是防臂的角度 那可能就藏起来 你不这样做可能也不行 不这样去规定可能不行 因为我们是很聪明的 你如果说不防 你说你不能这样做 那大家就会做了 那大家就是 我们这个 就是脑筋蛮转的快 所以未来我们再来谈通等品问题 还有低价抢标这些问题 那以前我也有谈过就是 我曾经看到最低的案例就是说 比如说十亿的工程 那他大概三二者 三二者的意思说 他百分之 他十一二三二者的意思说 百分之三十二 三十二就是三亿二 今天这个工程预算十亿 常常来投标最低标 他说我三亿二就可以做 那最低标 你如果是业主你会怎么想 你马上省了六亿八 你会这么想吗 会计人员都是这么想的 连会计 我马上是帮助纳税人省了六亿八 可是我们做工程的不是这么想 开玩笑 你三一二 你到底要弄什么东西给我 对不对 因为每一件东西都有成本的 你说因为我们不太相信说 今天有人做的工程是为了贡献国家 贡献社会 有吗 有可能就是那个捐钱 捐钱他至少他愿意这样 他还要留一个名字 对不对 他还是有 他还可以去缴税 对不对 可是有人一般去做工程会这样吗 不会了 不会 因为大部分的应该大多不是慈善 对不对 你今天做工程 然后所以那这怎么办呢 其实这也就是这么多年大家一直在检讨 其实这个采购的问题 这最低标也不是我们工程的问题 最近台北市内政部 那个护证系统 据说也是最低标 最低标那厂商这样标进来的时候 标进来的时候这个都可以理解 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做好一点 最低标啊 我就是你给我的钱就是这样 我要去找什么一流的人来做 多少人可以做 没有啊 只是刚好那个案子 因为他很多案子就是可以这样偷偷 就是慢慢去处理掉 可是刚好那个案子一做完实用的时候 大家就要用了 而且还不能出错 所以才会弄得这样 不过最低标是一个问题 最低标确实是一个问题 当然最有利标 另外一个叫最有利标 最有利标就是可以不自知卡布利基价格 那当然可以选择 可是最有利标也不见得保证你一定会找到最好的厂商 可是他比较有机会就是 那未来我们会去谈这个招标阶段这些低价抢标 那实务上其实法律上我们认定他是有可能有这个低价抢标的情况是指这个标价低于底价80% 假设今天这个预算底价是10亿 如果是他低于8亿以下 我们就可能认为他有低价抢标的嫌疑在里面 那所谓低价抢标 我们一般来讲他低价他就有可能降低品质的疑虑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招标发包阶段就是到时候我们会去谈一些相关的议题 那投标阶段 那这个投标阶段就是我们想要谈一下这个厂商 这个营造厂这个部分 他今天在业务背标他在估价或者影响投标的一些因素 或者就是这个有一些是我们有一些国外的资料 我们去看看到底哪些因素 那这个是这个也去谈一下案例 实际上有一些人的在投标的时候案例到底影响这个 这个投标的因素到底是哪些 那之后我们这个投标阶段谈完 我们就这个投标游戏在5月13号那个时候 那这个上个的时候会来分组 来透过这个游戏来了解一些投标的一些规定 这个甲方的一些就是政府 你包括公开招标或者底价核定或者这个押标金 这个礼约保证金 这些到底在我们这个整个招标的过程到底在可能扮演哪一个角色 大概是这样的 这个投标游戏是希望借由那个游戏分组 然后大家来去竞标这个过程 那来去理解这个招标阶段的一些规定或者做法 那另外一个第14周 我们想要去谈营运管理这个阶段 那这个部分早期大家都不是很重视 那可是我说越来越重要了 因为这个所谓的绿色地球或者我们专案管理 我们也在谈绿色专案管理 就是Green Project Management 这个是一个趋势 那不过现在大部分是口号 还没有说多么做得比较多 那可是我回过头来为什么会谈这个跟永续比较有关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谈一个专案的时候 几乎我们过去的经验主要在谈都是在谈一个New Project 新的Project 可是错了你如果到欧洲去看 很多房子都是住了一百两百三百年 都不是新Project 都是因为很多东西他们早期在做的时候盖的时候 可能就想得很远了我再猜了 可能是不是想得很远 所以很多房子其实都不错 今天有必要去盖新的房子吗 你就用住旧的 那这旧的可是旧的总是那么久会坏 要去维修啊 所以这个云运使用阶段的成本估计 即使早期比较不被重视 那现在越来越被重视 那在台湾哪个地方这个地方会被重视? 桥梁 我们台湾有没有你放开包装杂志 不晓多少座是为桥对不对 多少座是为桥 所以每年要去维修是非常重要 你桥梁因为你不能随便打 对不对 你打一座桥要盖一座桥 这个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 不是盖困难 而是你旁边的用地如何取得 然后这些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条件让你盖 然后这些你如果盖新的那旧的怎么办 要那些交通怎么去处理 所以不过话说回来 在云运管理阶段 我们想要去看一下 这边到底有哪一些估算的方法 好 那最后这个有就是工程管理费 其实就是在我们想要去谈 就是你做一个专案工程的时候 其实不是只有工程本身的费用 施工的 我们这里施工本身 这些钢筋模板混音 不是只有这些 还有一些管理的费用 行政的费用 在我们政府的规定叫工程管理费 或者工程行政管理费 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费用叫做设计监造费用 或者银件管理费用 或者其他的一些技术服务 在我们政府的标准名词叫技术服务费用 这些设计监造还有银件管理费用 我们都叫做技术服务费用 这样理解吗 那这个部分最后我们想要去谈这个部分 工程技术服务费用 那里面有一些国外到底怎么做呢 那比如说技术服务费用就跟我们一般 那一般我们在国内像建筑工程 我们就可能用百分比法 就比如说这个工程是 假设是1亿的话 我们一般在估技术服务费用 那我们都用百分比法 那当然到底多少百分比是有规定的 比如说我们银件管理大概是2.2到3.5% 如果100亿的就是2.2到3.5% 这个费用是银件管理 那建物师平均可能4-5% 那未来我们再看他怎么计算 他有一个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到500万是用百分之多少 500万到2500万又是用一个不一样百分比 这样去累计去算 这样理解吗 那我们到时候再来谈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装案 整个装案的成本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说计划1、2、3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 你们那一组可以选择适当的工程案例 你可以找土鉴也可以找基点 都可以 那以该工程的初步阶段为探导对象 那就是说工程的早期阶段 那当然你去接触的时候 可能已经过了那个阶段 所以你可能是透过跟他谈 跟他访谈跟他要资料 那说明该案例最主要 这是初估的探 因为我们这一门课其实我说从整个装案生命周期 一个跟上学期的课不太一样 就是上学期的课就是在西部设计阶段 对不对 然后去把我们有设计图 有很清楚的设计图 然后我们去把这个成本估算算出来 可是现在整个生命周期还有其他的阶段 就是特别是早期的阶段 其实这个在实物上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像我们以前的经验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我以前好像也提过 我们当初在做所有的工程在一开始做初步设计 以概念可行进阶段初步设计 其实我们就业主 业主就是出钱这方面 他很想知道说我想要做到某一个规模 到底要需要多少钱 可是在这个阶段来讲 你很多设计图说都不准 不清还没有确定 那你怎么估会比较准一点 那这是蛮重要的 因为假如说你说我要这个规模要10亿 那你就想我这个规模就要10亿 那我的钱可能只有8亿 那我们就会要求设计单位 那你把一些需求 或者一些面积 或者一些我们需要的一些设备的等级就降低 你不要用那么好的 你面积减少一点 就是减少一点 来满足说你当初给我讲说这是8亿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 万一他设计设计到 因为已经需求有一些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一些东西 这个工程是没有的 我们需求没有办法满足 那万一一直设计设计设计到后面 结果建文师说只要6亿 那开玩笑 我们当初有一些需求都没有放进了 那或者就是说相反的 我们当初这些需求建文师说好 只要8亿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他设计一直往后走 走到后面要10亿 那开玩笑我们2亿业主要从哪里找 这样理解吗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 所以这个在实物上是蛮重要的 那我是希望说各组可以找一个工程案例 然后说明该案例 这个当然就是要去访谈 去找哪一个案例 访谈该初步 他该工程 他当初在做初步成本 他的做法是什么 他的经验是什么 那我说你们大部分去找到的 可能他已经过了那个阶段 所以可能要去把他透过访谈 把那个资料找出来 然后他们实际估的是多少 那你在访谈的时候 你可能要知道说 我们建议说 从你当然不一定一定要从这几个 你可以看你可以找到的对象是谁 你可能要特别说明说 你访谈对象是建务师或工程顾问公司 甚至业主本人 业主那一方 业主那一方 比如说交代可能就交代银善主这一方 然后建务师或工程顾问公司 或者这个专案管理 你在访谈你看他的对象 当然你可以有一个案子可以访谈 不一样的对象也不错 就是可以看看大家的看法 到底是什么 比较一下大家的看法 然后再将 这个是实物上你去访谈 有一个计算的结果 对不对 他们有一个结果 那我们课堂上所学的 未来在谈的时候 你抓一两个方法 来去用到这个案例上 这样的估算叫做估算2 那之前实际的估算2 那比较上它的差别 然后来去讨论一下它的差别原因是什么 这个应该很简单 就是说你要找到一个案例可以去访谈 做一个深入的讨论这样 可以吗 那未来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讨论 第二个就是同等品问题 我刚才一开始有稍微讨论一下 那这个一样就是说 你可以就你计划一同样那一个工程 来去看来去问那个业主或者建务师这边 或者营造厂这边 当初这个工程有哪一个案例是用同等品 可能觉得比较有趣可以拿出来讨论 这样理解吗 那同一个工程案例就好 你可以去问他哪一个同等品是值得来去讨论 那第一个你在到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 有一些细节我们未来会再谈 那就是原来这个原来本来要设计 本来设计比如说我们用电梯来讲 本来那个电梯到底是一些主要的规范内容是什么 它的价格是什么 那这个营造厂它提的同等品是什么 它的规格那些相关的规范又是什么 它的价格又是什么 那比较一下两者差异 那当然最主要是想要了解说 那建务师在这个同等品 就是那个案子在处理同等品 你可能可以去讨论他当初的做法 做法或者他的过程 有可能会僵持 僵持就是说或者业主马上就同意 那或者会僵持 僵持到一阵子或者搞不好会不会有官司 有这个争议在里面 说明业主跟建务师还有厂商的看法 好不好 这个其实这个只是让计划二也是一样 让各位去感受一下说实物上 其实在谈成本估算 计算是 成本估算计算没有什么大不了 对不对 各位上学期就是钱 钱大家都会算钱 其实是真的是没有什么大不了 而是它很多是实物上在面对它的时候 可能不是怎么算的问题 而是怎么去处理的问题 那第三个这个是 我想要各位去找一个积淀工程的某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未来我们会稍微再提下 没有我不是算要算整个积淀工程 没有我只是要各位算积淀工程 某一个设备跟它的管线就这样 很简单的一个 然后让各位去实物上去 积淀工程的设备 原来他们是这样 这个设备可能是仿价来的 可能是厂商设备商报价来的 那至于它的管线 有一些管子的大小 它到底是怎么算的 那这个应该也是蛮单纯 我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各位 去稍微了解一下积淀工程的有一些内容 然后说明计算 你在做那一项工程项目 不是整个工程 是某一个积淀工程 某一个工程项目 你应该注意到的一些事情或经验 那透过那个跟 也许跟建务师访谈 或建务师的部门 事务所的某一个工人师 提供你一些经验 全部需要一些 整个成员 好 ин 2 2 2 1 2 4